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台湾附近的风场是吹偏北到偏东北风 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还有在东半部是有一些阴雨的 整天都是偏冷 而中南部地区天气虽然是比较稳定多云稻晴 但是要留意的是日夜温差有比较大 低温是13度高温可以来到25度左右 所以这个保暖的外套围巾还是要随身携带的 好 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袭 那么气象局从今天到明天白天 针对了好几个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 北北基 桃园还有新竹以及宜兰是发布了成灯 那么一整天的平地气温会在12度以下 同时要留意局部有10度以下低温出现 而至于苗栗还有在外岛的这个金门来说 也是黄灯蛮冷的 连江县马祖因为地理还有气候的因素 是有6度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 所以保暖工作是要做好的 尤其是年长者还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更要留心这个天气变化了 好 来看到的是刚刚有提到228连续假期 其实是先冷再回暖的 那么未来几天的降雨趋势要先来看到的是 今明两天受到了冷气团的影响 在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 以及在宜兰地区的降雨的影响是最多的 陆陆续续都是有短暂阵雨的 不过这个雨势不会太大 而中部是多云时阴 那么南部来说是多云时晴的 另外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周日的早上 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 这个低温会下探到冰点 而且水气也蛮多的 所以不排除有发生短暂降雪 或是降下冰线的一个机会 那么至于在周一冷气团减弱了 转为偏东风的一个环境 不过看到在东半部的迎风面地区 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 而西部来说是比较晴冷 至于在周四过后 台湾附近是以东北季风的影响为主 中南部天气是相当的稳定 那么看到我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云量偏多是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好 要来总结一下 廉价四天一直到开工之后的 整个天气走势了 基本上就是先湿后干 先冷再后回温 北部还有东北部一整天的气温 这两天来说大概都是在11到15度 那么要提醒您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最冷的时候 北部的空旷地区有可能是会下探到8度的 风势也会特别的强劲 至于中南部来说 白天因为有阳光 所以感受上是比较没有寒意的 主要是在早晚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冷 好 虽然说下周一会慢慢的回温 但是要告诉您 在周一的清晨还是比较冷的 而白天阳光露脸了 这个太阳出来 气温才会慢慢的回升 而在周二来说 北部的高温可以回升到20度以上 在廉价最后一天 总算是迎来了好天气 还是可以安排户外活动的 那么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的稳定 不妨来把握一下 好 至于在周三 要返回到工作岗位了 受到了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晚上是会开始转雨的 那么到了周四来说 往北走或者是往东走 这个降雨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而周五的天气是再好转的 总结来说 中南部地区整个假期来说 天气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都是相当晴朗稳定 不过早晚偏冷 那么预期这个出游人潮也会不少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来看到北部地区 这个高低温来说是在12到14度 那么尤其在清晨夜晚来说 是更加的低温 至于往中部走来看到 高温是在17到19度 低温13 14度 要注意日夜温差是有比较大的 好 往南部走来看到 阳光更加的露脸了 天气比较晴朗 高温在19到24度 低温是13到16度 好 至于往东部走 可以看到降雨情况比较明显 尤其在宜兰地区 降雨情况30% 那么高温在15到20度 低温12到16度 外岛地区来看到 高温在10到15度 低温是7到13度 那么要注意可能会有 9到11级的强震风 好 最后呢 两件事情要来提醒大家的是 受到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最冷的时候 北部地区有机会下探到10度 甚至8度左右 那么在北部还有东半部来说 都是有降雨情况的 因此提醒您 如果廉价外出的话 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 我是林佩杰 广告回来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视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视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